明人罕见老照片 伊丽莎白二世贵气 奥巴马可爱 最美是她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出生于1926年 是难得一见的美人 服为1956年 伦敦一场电影首映世上 伊丽莎白女王和性感女神 梦露握手瞬间 得体的微笑 周身的贵气 真是太漂亮了 孤鸿鸣生于南洋英属 马来西亚冰浪语 祖籍福建省会安闲 晚清英语怪胎 著名翻译家 1885年 孤鸿鸣和朋友到日本 结识当时沦落封城的 日本歌姬吉田真子 这位家人之书达理 温柔体贴 孤鸿鸣将其取为小妾 直至晚年的他 更是离不开吉田真子 可见家人对他的体贴入微 服为孤鸿鸣和吉吉田真子 尼尔坎见老照片 奥巴马是美国的第一位黑人总统 他的继父罗洛 索特洛是一名退役军人 在奥巴马小时候 就叫到他做一个强人 奥巴马曾在父亲的梦想描述继父 对他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为196年时的奥巴马 骑着三轮儿童脚踏车 真的太可爱了 黑森大公夫人爱丽丝 为多利亚女王的二女儿 嫁给了黑森来英公国大公 俄国末代皇后爱丽克斯的母亲 她一生致力于慈善 医护事业 妇女解放运动 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也是一位美丽的名媛 高贵优雅 不禁感叹欧洲王室基因的强大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